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看法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 大家看背景就知道 是一个luxury house 一个豪宅 但是它的占地面积不是特别大 它的占地面积差不多只有600多平 但是它的建筑面积很大 因为它包括后面的泳池 所有建筑面积要有800多平 那很多人可能一下子不能理解 600多平占地 怎么会有800多平的面积 因为它有两层楼 两层楼的话 它的建筑面积 它的使用面积就会大很多 然后我们进来看一下 然后这边是 这是整个入户门的一个车库 这个车库 我目测来说 停两辆车是可以 但是可能会有点拥挤 但是如果前后停两辆车的话 就会很宽敞了 然后旁边再停一些摩托车 我觉得一般家用的话 两辆汽车再加一些摩托车的话 这个车库是足够用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 对了 我还忘了跟大家说了 就是我们这一期 也是跟上上期一样 就是我们没有进去看 就纯粹的跟大家一起 第一眼的感觉 好吧 然后这边是 我以为这边是个入户门 一般来说的话 车库会有一个小的入户门 入户 但是这边不是个入户门 这边是一个电箱电房 包括一些 可能就是一个杂物房吧 放些扫把什么的 然后这种房子是一个全新的房子 它完工也就差不多三四个月左右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草皮 它不是我们普通的一些 开发商的一些房子 它是就是很平平无气的草坪 它跟我们上上一期 一个7500万那个豪宅一样 它做过园林设计 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 它的树旁边一些石子啊 因为我对园林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设计感的园林 跟没有设计感的园林 是天差地别 虽然说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很有味道 很有意境 然后从这个入户门进来 一进来就是一个客厅 这边不是客厅 这边应该是算一个餐厅 然后也是一个八人做的一个长桌 包括这边的所有的 今天我们看到所有的东西 都包括在这个房屋的售价里面 基本上就是拎包入住了 然后我们刚才看到 外面进来的时候 旁边还有一扇门 我们从这边过来 这边有一堵墙 哎 透过了这堵墙 我们就来到了客厅的一个区域 然后这个客厅 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电视厅嘛 所以这栋房子跟我们以前的一些 所谓的一些豪宅游天不太一样 那种可能会有更商务一点 它会设置一个外厅一个内厅 这个房子就很适合住家 就是家庭居住 没有一些对外的一些商务的一个空间 大家可以看哦 为什么坐落地门 就是你坐在这边 无论是用餐还是看电视 你的风景啊 你的景观会特别特别漂亮 这个待会我们出去再看 嗯 我老婆破级的 那我们就直接直接出去看一下吧 哎 我从里面一出来就听到 大家听得到吗 蝉鸣声 然后我每天早上特别喜欢听的 就是鸟叫与蝉鸣 然后这边我目测是一个 应该有十米吧 五米乘十米左右的一个 一个泳池 方方正的泳池 然后再看这边啊 这边有一个 非常有意境的一个 这个应该是浮盘吧 它可以浮在泳池上面 然后你可以喝点酒啊 吃点水果啊 吃点点心啊 在这边游游泳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小孩子 然后我们往这边过来 这边应该是里面有一间卧室 我们到时候去看 哎 这个是什么 这边后面是什么呢 后面是一个小的园林造景 大家看一下 后面是一个小的园林造景 它这边是没有做草皮 但是旁边会有很多绿化 所以它是有一个石子 黑色的石子 跟一个绿化的一个反差 所以世界效果会特别好 然后我们还进去吧 这个石子特别扎脚 然后我们从这边出来以后 这一个区域 应该算是这个房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户外的一个空间 这个就是纯户外的空间 包括它有一个遮阳的一个地方 我忘了哪一期的看法人机 我说过 就是在户外的有一个户外厨房 包括一个户外的餐厅 我忘了哪一期了 这个就是我理想中的那种 因为可能镜头现在看过来只是一个户外的一个餐厅的一个区 但是在镜头的背后这边 大家看得到吗 这边是一个厨房 等于它是一个半敞开的一个户外厨房 所以在这边如果有一些油烟也无所谓 它直接可以从这边散出去了 所以这一个空间是我特别喜欢的 它除了这边有一个半户外的一个空间 来跟着镜头过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纯户外的一个空间 纯户外 当然现在太阳很大 就是坐在外面可能就晒太阳 你也可能做一个 去放一把这种遮阳伞 大的遮阳伞 现在有卖那种长的 长椭圆的或者长方形的那种遮阳伞 放到这边我觉得就很适合 哇 好烫 后面还有一个空间 哇 我以为是一个杂物房 好大一个空间 你慢点过来看一下 哦 没了 我以为这边可以通进去 没有了 就在这边 它是一个淋浴的一个空间 但是造的很像那种 这种感觉有点像那种像土耳其一员那种 那种感觉 溺于通情 这边就是一个你游完游 然后过来淋浴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它连把这样一个淋浴空间 就都做得这么有设计感 里面可能很大的惊喜等着我们 哦 现在外面还是挺热的 然后我们再回到室内看一下一楼还有什么空间 我们先从这边看吧 然后一楼这边 这边就是一个储藏室 就是跟普通的一些房子一样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鞋顶 因为我刚才说的是楼梯空间 所以它到里面深处可能人就不能这样子了 你得你得这样 呃这个空间其实就是跟普通的差不多 没有惊喜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但是它这个门哦 我刚才问了一下 它所有的这种门 包括这种地板全部是幼木的 在泰国就特别流行幼木 但是幼木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相对来说它也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建材 所以如果家里能用幼木的话 它的房价会高很多 然后这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为什么我没有犯上次错 因为我能看得到这边玻璃里面还有一个厨房 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一个电磁炉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台面 然后冰箱储物空间很多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厨房 哎 这边就是一个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中式的厨房 它可以油烟爆炒 然后这边有油烟机 真的油烟大的话 这边门打开 等于是一个半户外的一个空间 哎 这样来说的话 它厨房有三个了 对吧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 然后这个就是中导 中导很实用 烧完东西放在这边 然后很有意思是它这边配了两个椅子 哎 这边就不停止是一个中导的功能的 它可能就是早上如果两个人的话 封个面包啊 泡点咖啡啊 可以直接在这边吃倒餐了 就不用到外面吃了 吃完就直接在这边洗掉了 哎 这个挺好啊 它同样厨房外面还有一个门可以到户外 有个户外空间 它一样这边有一个顶 然后我觉得这边可能可以放一个洗衣机 哎 它是有插座的 应该这边是可以放一个洗衣机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遮阳的话 洗衣机放在外面可能会容易晒坏 可能你要做一些遮阳的一些加工吧 然后这边就直接可以连着车库了 对 然后我们还进去吧 它洗衣机在里面 哦 对 我老婆提醒我了 我刚没注意 它洗衣机在里面 所以外面可能 你自己想吧 就 哦 外面这个插座有用 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院子里面没有放插座 如果大家在泰国买房子 一定要注意 哪怕外面没有让开发商给你院子里面 要加一个插座 就是院子里面 我觉得插座要加到两到三个 最起码 因为你可能在外面 有很多需要用到插座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割草啊那些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需要 因为这个外面它有一个厨房 对吧 有一个室外的空间 那边肯定有很多插座 然后我们从厨房出来 这边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储物间 然后这边就楼梯 我们倒好看 这边 这边就是一个卫生间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楼下有客房的话 卫生间里面会带有淋浴 但这个卫生间没有淋浴 但是它用的东西都还不错 我看都是可乐啊 对 美镖啊 一些一些结局 一样就是马桶 台棚里面有淋浴 但我不知道 那楼下房间应该有淋浴 对对对 我老婆已经 我老婆看房已经看出经验了 所以说楼下这间房 可能会带有独立的卫生间 但不不确定啊 也可能是它设计上的一个漏洞 一个bug 我们来抓一下 看看有没有 然后我们来抓bug 这个bug抓不到了 因为一进来我就看到这边有卫生间 所以说它楼下的卫室也是一个套房 然后有台盆 马桶 然后这个淋浴空间还不小 这一点很好 这地上是没有一个台阶的 可能老年人一进淋浴房 他会怕水溢出来 他会设计一个台阶 但这个我一进来的时候就很舒服 就完全没有一个台阶平的过来 然后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水露出来吧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设计 至少对于我使用者来说的话 我觉得特别好 然后这个空间 大家看一下 这个淋浴空间很大 占个三四个人一起洗都没问题 然后一出来就是一个像一个衣帽间 但是说它是衣帽间吧 好像有点简陋 就是一个放厨的一个空间 然后你想一楼的卧室 可以带这样一个套房的话 已经算是很豪华的配置了 因为一般来说一般的房子里面 它一楼的房间都是一个简配嘛 然后相对来说 它一楼的这个卧室也不小 真的不小 我觉得比一般的一楼的卧室 要大概1.5倍左右吧 对吧 然后这边一个king size 这双床应该是king size 然后旁边还能放一个这样一个休息椅 关键关键的是什么 风景特别漂亮 出去就是泳池 就是你在房间里面直接可以一跑 啪冲向勇士 我们看了很多豪华来以后 我发现勇士不光光是一个使用的一个功能 它还有一个视觉的功能 就你家里有一个这样那个勇士 或者说有一个水系啊 一个瀑布啊 你的心情 你的视觉上感觉 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愉悦 所以我们家最近也在考虑这件事 然后一楼基本上我们就都看过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上二楼 它所有的楼梯啊 包括这边的木地板啊 包括这扶手啊 都是全用木的 包括它的门 然后这一上来 哇 这个空间 这算是一个什么空间呢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二楼的那个那个living room 就是客厅 不会那么大 这个客厅可以相当于一楼一个主客厅的一个面积了 我觉得有些主客厅可能都没那么大 不知道大家 不知道在视频里面能看得出这个面积吧 这个面积好大好大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看 我们从这边 这边应该是 哎 这边目测是主卧 一般我们看房的时候 我们会把主卧放到最后 然后因为很随意的看 我没有计划 这个应该是主卧 因为我看到浴缸了 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这个是标准的一个衣帽间 包括有一个梳妆台 然后这里面是我们的主卧的一个卫生间 然后有马桶 然后有台盆 这个台盆的这个空间很大 这上面能放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到这里来 哎 这个淋浴空间好大 因为它淋浴跟浴缸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这边淋浴的同时 你也可以在这边洗浴缸 所以这个空间一看 有浴缸就肯定是主卧的 因为泰国一般来说 有浴缸的就是主卧 对刚才我老婆说 她以为主卧会在很深的尽头 然后没想到上来就是一个主卧 然后主卧 哎 主卧的卧室面积不是很大 这个卧室面积 可能就跟刚才楼下的一个客卧差不多 但是它里面的淋浴啊 包括它的衣帽间的面积 要比楼下大很多 主卧前面是带一个阳台的 这个阳台的话 大家可以看 哎 这个阳台 它两边还带两个座 还特别有意思 我这边有一个 然后摔下去后面 还有一个 然后跟着我的后面 看得到啊 每间房都有一个阳台 这个有点像那个叫什么 酒店 民宿一样 对吧 然后哎 这边可以跟隔壁聊聊天抽个烟 然后 然后 哎 这边可以直接跳下去啊 嗯 哎 真的 只要这个泳池够深 我觉得如果成人池的话 这边跳下去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坐着 哎 如果我以前吸烟的话 这边抽烟真不错 走到这边一个人 打个小盐灰缸抽个烟 然后放杯可乐 哇 太舒服了 然后看着后面风景 大家看看一下这边风景 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风景 我们进去吧 然后这个主卧一出来 楼梯上来 对面这边就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面积来说的话 也能称得上是一个主卧 但是它没有一个衣帽间的一个空间 所以相对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次卧 哇 哎 这个次卧很大亮点 这个次卧外面的 阳台好大啊 这个 这个已经不算是阳台了吧 就是这样面积我觉得就是一个露台了 对吧 这个面积已经算是露台了 大家跟着我的 大家跟着镜头看一下 你看 这个面积很大很大 然后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 这种户外的一些坐的躺椅啊 哎呦 哎呦 哎 我在这窝在里面 我觉得小孩子会特别喜欢 包括我女儿我儿子 哎 肯定就是半家家那种 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地方 哎呀 但是 我觉得只适合在下午的时候 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 坐在这边 中午的时候 就别虐待自己了 然后从外面进来以后 赶快把门关掉 这边的一个卧室空间 按照次我来说的话 它不算小 包括外面的露台算进去的话 它这个面积就很大了 然后一个king size的一个床 然后这边是一个储物的一个储物 它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像书桌 书桌一样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可能给小孩子住还不错 小孩子这边可以做做作业啊那些啊 然后这边一样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卫生间 然后这个卫生间里面 它其实一般来说 卫生间里面很少用这种幼木的结构 它连卫生间里面这种装饰 镜子的装饰 包括下面的橱门都是幼木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台盘巴桶 然后这边一个淋浴 这个淋浴就比刚才住 我的淋浴小很多了 我觉得真的就适合儿童房 一个自我一个儿童房 然后上面还有一间我们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出来以后 又来到了这个巨大的空间 我就一直想这个空间能放什么东西 放好多东西 放一个大的长桌子都可以啊 楼上楼下可以办酒席了都 就像我儿子如果结婚的话 就办酒席办在家里 我那时候就在这么想 这个面积来说的话 比刚才主卧还要大 对吧 这个应该是楼上三间房间的面积最大的一间 它这边的阳台其实跟刚才的差不多 我们就不出去了 这个阳台的面积其实跟刚才主卧差不多 但是这个卧室的空间的面积 大家可以看 要比刚才大很多 除了就是它没有一个衣帽间 它除就是直接在房间里面这样一个衣柜 但是它这边的书桌 面积好长 可以做三个人我感觉 而且 而且 它不光前面有个阳台 它后面还有一个 但是这个阳台就比较小一点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小阳台 但是这个就是面对了我们前院的一个院子 后面就是看着后院的泳池 如果是我的话 我前院住这一间 对吧 这间的感觉更好 还能看前院又能看后院 然后这里面 真的我自己个人感觉 除了那个有一个浴缸或者说有一个衣帽间的话 我更喜欢这一间 这边的空间差不多 但是 它这边的淋浴空间 其实它除了没有浴缸 我觉得它的面积跟主卧也差不多 对吧 主卧就刚才比这个多一个浴缸的一个面积 其余的话感觉也差不多 它整栋房子的设计风格都相当的统一 包括卫生间里面的装修 包括整个卧室的装修都很统一 它不像我们看的其他的一些开发商 每一间房它的风格都是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开发商或者说每一个设计师 他们设计出来的房子都不太一样 这也就是让我现在特别喜欢看房的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设计 然后把这些设计去融入到我自己家里面 然后这一期的ending我们就在勇士边上做吧 原价房东是卖1790万 然后现在疫情嘛 然后大家都知道在泰国买房子都想打折 所以现在房东自降100万台铸 所以现在是1690万台铸 也就是300多万人民币吧 然后你就可以拥有这样泳池豪华的一套独栋别墅 好了这一期的看房日记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下一期我们同样还是会带大家去看一些 豪华的养眼的一些房子 如果说大家的预算没有那么高 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同样的跟频道名一样开开乐 然后上面有更多的房源信息 会有更多的便宜的实惠的一些房型 但是说实话那些经济型的房型 我们已经拍的就是没有什么可拍的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之后的看房日记会有更多的豪华型的房型 如果说有一些经济型的房型 但是它的设计特别棒的话 我们还是会拍看房日记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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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